从他的所有的经历来说 我感觉他有不劳而获的这样的一个思想 也不可能有什么专业知识 他和我们企业文化也不匹配 而且我非常后悔刚才给了他的拥抱 我觉得他不值得同情 因为他有那么多的机会 比他条件更差的人都取得了成功 或者都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而他才向别人伸出乞讨之手 他今天祈祷明天摆地摊 在他看来其实祈祷就是一种劳动 这个他天真的想了 问题是他劳动他问别人在要 别人是一个施舍给他 你刚刚在上头去看他 然后给他定义成不劳而获 他不就是不劳而获吗 他创造了什么价值 比如说在国外的时候 我真的听到唱歌很好听 我就在那里送些钱给他 我觉得他在给我创造价值 他生个生财这里算什么呢 这里不是讨论社会学创造什么价值的问题 我认为就是一个年轻人 他在这个北京混的一种方法 我认为整个过程 我认为你们都在妖魔化他 这个孩子他实际上 就是在寻求最低层的生活 因为他还是一个非常小的孩子 实际上是没有 我认为他的这个理智 我认为发展他不够健全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你说你这才妖魔化他 我们其实没这么想他 你说他理智都不健全 我觉得你这个 但是你也不必要去美化他 不是美化他 因为他已经有了三千块钱的水电工的工作 就是因为头发剪掉了 然后他就放弃了 然后他就去做乞丐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 才十六七岁啊 他没有要你学习 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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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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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生我有才 你天生我有才准备的是什么 就是答题互动 我一会儿有个视频 视频通过视频 你要跟谁互动 直选女的企业家 就是答这个问题 男的就 来吧 请你把手放下吧 女人的内心我总是昨晚不透 请问 不是这视频就这么一小段 这个视频说明我为什么相亲失败 还有一个 我这是通过这个视频 想问出自作品的主题歌 请问谁能说出来 有没有人知道 没人知道 我觉得你别问了 不是知道和不知道的 人家是不爱搭理你 你知道吗 不愿意搭理你 你还继续吗 不愿意 就你看到了吗 他们不愿意回答你的问题 你还继续吗 不继续 不继续了 那接下来干嘛呢 怎么说呢 本来那一段 那信息量挺大 本以为那个 他们会问我是 出于什么目的 没有人问 其实那一段 是为了显示我的 那个 因为我的兴趣爱好 特长都比较内在 我感觉通过那办法 可以显示出我的 什么多媒体的特长 怀旧的 是什么的 怎么说呢 我比较被动 他没问我也没 另外我觉得很奇怪的 就是你的期望薪酬 写的是年薪三十万 但是你的工作经历的话 没有任何工作经历 既然你想来求职 跟我讲讲 你之前在你的经历中 你有什么样的经历 帮助了什么样的企业 最后的话 达到了什么样的结果 没有 从来没有 对 那你凭什么认为 这些老板会给你 这样的一个职位呢 也是通过读书吧 我知道江子牙 也做过生意 干啥啥不行 但是呢 他在他真正能干事业的方面 可以游刃有余 江子牙读了很多 治国之书的 还是你既然想做企业文化 虽然你没做过 你都读了哪几个企业的企业文化 你比如说 你给我们讲讲 华为的文化 阿里的文化 还有这个腾讯的文化 都可以 或者随便哪家知名企业的文化 对的 你解读一下 华为的企业文化 最终就是为了通过 不断地学习智慧和修正行为 而让自己和别人都生活得更美好 就是他说的 所有的文化都说成他的话 那你认为我们12位老板的企业文化 都是一样的吗 你认为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企业文化 都应该是一样的吗 我认为12位老板的企业文化 现在的企业文化一定不一样 但是你最终的那个文化 最终的所做的 都应该是你总结出来的文化 对吗 对 其实我觉得 他如果又符合 他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出差 又是一个工作 其他最好的是 比如说你是厨师 对吧 可能考一个高级的职称 更热爱你的这个 已经16年经验的 去一个很大的一种餐饮集团 他们每年会固定的 你今年这一年在北京 明年夏年可以申请去上海 后一年去深圳 我觉得这样是更贴近于 完成现在的方向 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无法解决 他原来烧的是炒菜油 能够给企业带来利润 现在他说的是汽油 但是他说不出目的来 我觉得很简单 你就云忧四方 到处做厨师就行了 现在很多城市 你到一个餐厅里面 去做厨师很容易的 学东 我给你找到一份工作 不在这个现场 引风引总没来 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 叫美食体验室 一边吃东西 还可以帮他炒菜 更重要一点 他有做项目的拓展 跟分店的开设 你就可以边出差 边工作 边美食边体验多好